好 那继续咱们的课程 上节课呢 我们把这个Community 标准的Community给介绍完毕了 对吧 下面实际上就 带到那个扩展的Community这块了 对吧 好 扩展Community 标准的Community 我们再回顾一下啊 多少比特 32个比特 对吧 标准的 标准的Community 要传递的时候必须要 散了吧 对不对 散的 一跳一跳散的 对吧 要不然的话呢 你只能传到 下一跳去 后面设备呢 就没有了 然后呢 标准Community呢 又分为什么呢 又分为 公认的Community 和私有的Community 对吧 那公认Community 里面呢 又有这个基本的 四种 我后来看了一下 我这个ROS好像有第五种 第五种呢 还没看 回头再说 私有的Community呢 类似于 RGP的Tag 主要用于对路由精 区分用的 对吧 好 下面呢 我们开始讲 扩展Community了 那首先 扩展Community多少位 64个比特 那你原来标准的是32个比特 那我们这边扩展 多出来 64个比特 对吧 它呢 主要用于MPS VPN 或者呢 其他的地理处 IPV4单目第二处呢 这个一开始呢 是more没有 但是呢 有一个扩展Community 可以用于BGP的选路 哪一个呢 叫做cost 就是cost cost呢 它里有 有两个值 有两个 一个呢 叫做pre-best-pass 还有一个呢 叫做igp 还有一个 叫做igp 它有两个种值 那我们首先呢 一个一个讲 首先讲pre-best-pass 嗯 扩展Community中间呢 cost的pre-best-pass呢 它的配置是两个值 一个是ID 一个是value 一个是ID 一个是value 那它的这个要求呢 就是不动派啊 gbg 对 带有pre-best-pass属性的路由 要优于不带有pre-best-pass属性的路由 然后呢 如果都带 那先比ID 再比value值 比小 啊 比小 然后呢 在第一条旋龙原则之前 pre-best-pass嘛 从字面翻译 best-pass啊 叫最优路径 对吧 最优路径 在最优路径 在之前 那是不是在第一条之前啊 对不对 第一条之前 但是呢 这个属性呢 默认情况下是只能在 IBCP内部传递 而且呢 传递的时候也需要散的啊 传递的时候也需要散的 因为不管是标准community 还是扩展community 它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community 那community都是属于什么 叫做任选可透明传输属性 对吧 任选可透明传输属性 也就是说你选择让它传输 它就可以传 你不选择让它传输 它传不了的 对吧 对吧 你选择让它传呢 它可以传 不选择让它传呢 它是传不了的 任选可透明传输属性 好嘞 那我们按照这个题目呢 来做一遍 啊 做一遍 看一下效果 啊 看一下效果 呃 1 2 3 啊 1 2 3 发布一下 做一下 这边见了没 见好了 我我我先把这个TOP给搭一下啊 我先把TOP给搭一下啊 呃 S1 S2 呃 就是R1 R2 R3 22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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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cribe BAC 0 very万 S1 S2 0 10.1.1 61 R3 S2 0 tailione vélo 好嘞 以太0-0口 10.1.100.1 RouteRap Version2 Route1.0 10.0 好 下面呢拿1做一个BGP 对吧 2呢 属于S2 R3呢也属于S2 12.2 4.0 起个BGP Nable Nable 23 10.1.100.3 10.1.100.3 BGP BGP 是2 跟R1 见邻居 跟R 见邻居 好 就要邻居了 这时候呢 应该每个爐气呢都有两个邻居关系 对吧 检查一下 可以 show 起来了 起来了 好 现在呢我发布一条路由 我发布一条路由 这条路由呢 比方说是22 那这条22路由呢 可以发给R1 也可以发给R3 R3呢发给R1 对吧 那在R1上面 学到22路由呢 可以从两个地方学到 一个是从R 一个是从R3学到 如果说呢 我们在R1上面敲一条命令 叫做BGPBestPathCompareRotard 就是 让它去比较Rotard去 对吧 那这时候它会优选谁 会优选从R过来路由 对吧 就选从R过来路由 试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在R1这边 敲一条命令 叫BGPBestPathCompareRotard 然后呢 我们在R2上面 发布一条路由 然后呢 这条路由呢 通过Network的方式 将它引误到BGP里面去 发布完以后 那它从两个方向 可以到达R1 对吧 到R1以后 看一下 那又选的是2.2 对吧 就算呢 我ClearFBGP2.2 我把2.2清一下 让它新学到 它还是选2.2 对吧 还是选2.2 对没问题啊 还是选2.2 也就是说呢 现在是比较的 最小的Rotard吧 对不对 那比方说 我现在呢 去设置一个wait值 设置一个wait值 先不设置wait值吧 我先 先设置这个Cost Previous Path给你看 那Cost Previous Path 只能在R1BGP内部传递 不能传出AS 有点类似于哪个属性 特点 对 是不是相当于Local Preference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Local Preference 因为Local Preference的话 是不是只能在本AS内部传递 是不能传出AS吧 对不对 那Local Preference 它能够在哪些方向设置 哪些方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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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BGP的 印2的方向 对吧 EBGP的 印方向 对吧 然后呢 还有本地始发的时候 对吧 始发的时候也可以做 对吧 Network 要把从文部的时候可以做这个属性 其他的时候呢 是做不了的 对不对 OK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下啊 那我们在 现在不是优选的是R2吗 我先把R3的这个数值给改一下 改成多少呢 改成 10 100 可以吧 跟10和100 怎么做呢 很简单 很简单 在R1 对 R3呢 这个入方向 就做 呃 随便写了啊 C3 印方向 C1-3 permit 10 cata extended community cost pre-based path 然后呢 它后面有两个是 一个是ID 比如说10 第二个呢 是value 比如说100 ok showerrun section rb 啊不 showerrun section routemap shower-perfix 有没有perfix 没有perfix 直接这样行了 我们在邻居之间 挂了一個route map 对吧 在route map里面呢 设置了一个 扩展community属性的 cost 那Cost里面有两种 一种叫做IGP 一种叫Previous Path Previous Path呢是第一个 能听懂我意思吧 它呢 后面要设置的值呢有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ID 第二个是什么Vidue 对吧 一个是ID一个是Vidue 其实呢 其实啊 就是说我们在那个 讲MPsVPN的时候 就讲过RT RT呢其实也是扩展CMb的属性 对吧 扩展CMb的属性呢一般是 64个bit 64个bit呢它有两种格式 一种呢是16比16 16比32 它一种格式呢是16比32比16 对吧 一共有两种格式 那对于我们这边来说的话 首先前面16个bit 代表的是应该Cost 然后呢中间16个bit 它分为两个部分 前面应该是8个bit 后面在8个bit 前面8个bit呢代表的是Previous Path 然后呢后面8个bit 代表的是ID号 然后呢后面再分32个bit 这32比特呢是Value值 所以说呢你在设置这个值的时候 Rootmap啊比如说C-3 Zeta Extended Community Cost Previous Path后面是不是ID号是不是8个比特 0到55嘛 不是8个比特 对不对 然后呢后面32个比特吧 对不对 从0到4294 97295 是32个比特 对不对 等会呢我们可以抓个包看一下 等会咱们可以抓个包看一下 它的数值是多少 数值是多少 这个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好 现在配置会配了没 如果要给某些路由设置 那你在Rootmap里面去匹配某些路由呗 对吧 匹配某些路由 好做完以后 Clear IPBGP新号Soft In Shoe BGP IPVS Unicast 现在 哎 你看是不是选R3啊 为什么选R3 Shoe BGP IPVS Unicast 3.3 啊不 22 搞错了 22这条路由的话 是不是带有扩散Company属性Cost previous Path对不对 好 那带有 这个属性的 和不带有这个属性的 只有 这边写了吗 是不是带的 有 那听懂意思吧 啊 带有这个属性的 和不带有这个属性的 谁有这边写了吗 带有previous Path属性 优于不带的 对不对 啊这个证明完毕了哈 如果两个都带的话 先比ID再比什么 Vedue 是这样了吧 好 我们来一下 我们在BGP 刚才呢 是在R3这边设了10 100 我们再在R1对R2的入方向设置个5和200 两个都带了吧 那看先比什么吧 能听懂意思吧 看先比什么 如果先比的是ID 那就是 那就是 这个有 如果先比后面那个值 那就是这个有 那听懂意思吧 啊 好 2.2 roadmap c-2 2.2 硬方向 对吧 roadmap c-2 c-2 extended community cost previous path 然后呢 5 200 看懂了吧 Clear clear ip bgp 信号 soft in show bgp ifree sini cost 是不是选R去了 那就没选完 没选完 哎 先比ID吗 对啊 肯定先比ID 就不用选了 肯定先比ID roadmap 我看看啊 c-2 入方向 cost previous path 5 200 对的 Clear 再收一次 12 对吧 show bgp ipree sini cost 你看 两个 从R2过来的 带有这个值 从R3过来的 带有这个值 能看懂吧 这两个是U 是不是他U 对吧 先比ID 再比Value 都是比小 如果ID值相同呢 就是什么 比这个Value值 呃 这个东西啊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可以理解为前面 就是我们的那个 路由的那个AD值 后面呢是路由的metric值 在比的时候先比前面的AD 再比后面的metric 嗯 以后呢 嗯 如果说呢 在某些协议里面 他可能呢 会怎么样 会自动生成这个值 自动生成这个值的时候呢 这个数值呢 就不是这个5和10 不是按照AD来的 但是呢 它有一定关系 啊 太好是有一定关系的 好 你去读这个就行 现在呢 就是previous path 都在的话 先比什么 ID 再比value 比比小 可以吧 好 在下一个 在第一条选拢标准之前 现在又选谁 又选的是2吧 对不对 又选的是2 那下面的话呢 我在3这个入方向 我设置一个数值 never 3.3 wait 100 你看懂吧 clear ipbgp 新号soft in show bgp ipvsunicost 你看这个wait 是不是设了100啊 但是的话呢 又选谁 是不是还又选2 是不是还又选2 对不对 那说明的话呢 哎 是不是在第一条选拢标准标之前 对不对 在第一条选拢标准标之前 好 这个再下一个 这没问题的啊 好 这个呢是设置 这个数值 下面一个呢 如果说你 你想用我们正常的13个选拢标准标 来选录 而不希望呢 使用prebestpath来选录 那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敲一条命令 可以敲一条命令 这什么呢 叫做 bgp bestpath cost cost committee ignore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用cost的 这种 cost有两个吧 怎么呢 听不到他里面两个门呢 对 两个门 cost community ignore呢 这个呢是既不用cost prebestpath 也不用cost igp 因为prebestpath和igp都属于cost里面的 听懂什么意思吧 啊 那两种都不用 我们试一下 如果敲到这条命令以后 那是不是就应该选wait的 是不是就应该选wait了 是不是就应该选wait了 对不对 那你show bgp ipvc unicast 看一下 是不是选wait了 看什么吧 哎 就是说这个属性呢 你想用他就用他 不想用他 就随便 但是呢 他可以传出去 好 那这个呢是我们讲的第一块 这个 这个属性的设置 和比较 听懂没有 设置 他要比较 听懂了吧 下一个 我们来看看这个 属性的传递啊 属性的传递 传递的话呢 我们在r1这边 建一个r5 r5呢是r1bgp0g 可以吧 r1bgp0g 我们再拿呢 r1 再跟另外一台设备一键 比如说 r4键 就是ebp0g 可以吧 然后呢 刚才我们是不是在r1的路方向设置啊 路方向设置的话 r1生效了 对不对 生效完了以后 他要传给邻居 你看能不能传 这是r1bgp 这是ebp 看能不能传出去 这能听懂我意思吧 好 坐一下啊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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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起个RAP 好Router BGP是1 那它是IEBGP邻居对不对 它跟IE建IEBGP R4呢是EBGP邻居 Lubak0 4.4 以太0-0口 10.1.100.4 Router BGP是4 4.4 never 10.1.100.1 remote是1 没问题 R4是属于EBGP R5呢是IEBGP 没问题哈 R4呢是属于这个 好邻居关系接完以后呢 那 R1呢会把 他认为最优的路由发给他们 R1 刚才是不是说到一条22路由啊 对不对 22路由的话它选的是谁 有R2和R3 R呢是5 200 R3呢是10和100 对吧 但是呢我们在R1上面呢 敲了一个什么呢 叫做cost community 是不是ignore啊 对不对 敲了一个ignore ignore的话 又不用这个来选购 不用这个 当时呢我们把R3这边的wait值设了多少 是不是设了100 所以说 那实际上R1 就选了R3这条吧 因为它wait值嘛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看看他有没有把属性传给5传给4 我们到5和4上面去看见 首先 在5上面 就传过来了 把3.3就传过来了吧 这属性有没有传过来 属性也没传过来 没传过来吧 属性也没传过来了 你到R4上面去看见 也是这条路由 但属性也没传过来 对不对 为什么没传过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 不管是 这个 community还是扩展community 标准community还是扩展community 都属于community 如果要传的话 必须要Sund 才能传 听懂意思吧 好 所以说呢我们在0p之间 是不是要敲一条命令啊 neighbor5.5 Sund community 这个是 发送标准的community 这个是发送 扩展community 那听懂意思吧 现在呢我们是要发送什么 扩展community吧 对不对 应该敲这条命令 那如果说你 标准的和扩展的都需要发 因为标准的和扩展的 都需要发 它作用是不是不一样呀 标准的如果是私有的community 那是不是用于做区分路由用呢 对不对 那如果是cost 扩展community的话 是不是用于选路用呢 能听懂我意思吧 所以说呢他们的那个什么东西不一样 他们的功能不一样 所以说呢对于一个邻居来说 可能既需要发标准的community 又需要发扩展community 那比如说你看我敲一个啊 以前算的community是标准的 对不对 然后呢再敲一个算的community extended 其实你show run看的时候 它会显示boss 看到没有 如果是boss的话 代表的是标准community也发 扩展community也发 对不对 只能听懂的意思吧 如果没有后面的参数 就表示指发标准community 有extended的指发扩展community boss是两个多发 好这块见好没 见好了哈 好我们看看效果 clear ipbgp信号softout 我们到out我这边去看见 show bgp ipvc unicast 路由 是不是传过来了 他优选的是r3的 传的就是r3的这个 如果优选的是r2的 就会把r2的这个数字传过去 就能听懂我意思吧 那r4是不是ebp0j 有没有 没有啊 所以说他默认情况下 是不是只能在rbgp内部传递 看到了吧 啊默认情况下 只能在rbgp内部传递 听懂了啊 ok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呢就是 啊 扩展community中间的pre-paste path 设置我们讲过了 传递我们也讲过了 怎么传的 ivp默认是可以传的 ebp默认传不了 对不对 啊默认传不了 好 就要听懂了啊 啊听懂了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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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